我們會需要用到所謂的那個開發人員標籤 那這個開發人員實際上 當然顧名思義 就是說Excel裡面 它之所以沒有直接幫你打開 是因為可能大部分人 可能那個Label還沒到那裡 所以它就不開了 那如果你把它打開的話 等於是你就向上一個Label OK 所以你現在做的事情 等於就是相對是 比一般人還要更專業一點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 當然我自己的想法是 就是說我在職場上看到的 如果你要拿高的薪水 可能就是要拿高的專業 那個專業盡量就是說 越少人會的專業 當然相對的薪水越高 所以如果那個技能 少數人會 非你不可的話 當然你如果不給高的薪水 誰要做 OK 對不對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可能就是特許 特許就是說 你一定要某個license 某個證照 才能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就有門檻了 有沒有 比如像醫師 為什麼醫師薪水這麼高 因為你看 他光成為一個醫師 他除了要七年的 然後還要再實習 還要再 實習完還要考試 考那醫師執照 也不是那麼簡單的 所以其實這個是所謂的特許 所以如果假設 你將來希望成為一個 相對薪資比較高 你要想想看 第一個 你會的東西會別人都不會 OK 如果你會的大家都會的話 那說真的 那我換一個人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有些時候說 那個灌老闆 為什麼常常換人 因為他覺得很容易 反正就是你不要做沒關係 我再找一個替換你 反正誰都會 你會的大家都會 那如果相反的 如果你會的東西 有關於這個公司的存亡 有沒有 那如果你走了 沒有人可以替換你 我說真的 我會哪一天跟老闆說 老闆我要走了 我不幹了 他應該表情會非常的 驚訝吧 他一定馬上把你挽留 你不要走 你怎麼樣 你是哪裡不滿意嗎 是不是薪水不夠 還是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原因 我們可以好好談談 OK 那態度就絕對不一樣 所以有些是人求士 有些是士求人 這完全顛倒過來 可是有個前提 就是說 你會的東西 所以你們可以再衡量一下 將來如果就業的時候 可能還要思考這一點 就你會的東西 是不是有獨門的 OK 這一點 差異化可能要做出來 OK 然後再來就是說 是不是有一些license 有一些證照 比如說如果像有些東西 好像想要當老師吧 老師其實也需要教師證 對不對 也是需要一個過程 那只是說因為近幾年 因為少子化 所以即便你有教師證 也不見得有學校可以教 那當然是一個趨勢 這無可避免的 OK 好 那所以第一個 開發 當然相對的 如果會開發人員的 這個功能比較少的話 那相對的 你就等於 這個東西你就值得 在履歷表上面說一下 可是如果你那個東西 大家都會的話 你寫在履歷表 大家會覺得 你寫在幹嘛 如果你會寫VBA 而且非常的擅長 等下你就可以拿來寫 這太好了 OK 所以第一個 開發人員把它打開 第二個的話 撰寫這一段程式 那首先的話 我們需要 做的就是 先把步驟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我們先開啟 開發人員 開啟的方式很簡單 上面有個箭頭 其他命令 自訂功能區 開發人員打開 這樣就OK了 這是第一個方法 如果你不從這邊的話 你可以從檔案 檔案有個選項 選項裡面也有自訂功能區 反正你就找到自訂功能區 把開發人員打勾就可以了 第一個step 這個就打開了 所以如果你有打開的話 表示說 你應該具備有開發人員的基礎 所以如果在辦公室裡面 你們可以再觀察一下 如果你到人家辦公室看一下 他打開一次 他如果開發人員是打開的 那表示他應該跟別人是不一樣的 如果他完全沒開開發人員 那顯然是他完全不會寫程式 所以如果我是老闆 我會先瞄一下 到底誰有開發人員誰沒有 那也可以列為 績效的一個評比之一吧 你要默默的 你也不要讓別人知道 所以這個的話也是一個指標 會跟不會其實就有個落差 因為效率就不一樣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要撰寫程式 反正一定就是找到Visual Basic 我的習慣是打開它 然後稍微把它縮小一點點 為什麼要縮小 因為我要看得到資料 在做後續的程式撰寫 所以開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如果裡面完全是空的 你可以把這個區塊先大一點 如果你要寫程式的話記得 請你在這個叫專案總管 這個區塊叫專案總管 任何地方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說 將來你要寫VBA 反正很直覺的 就是加到一個模組 把程式寫在裡面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不用記太多了 反正至少你要記這幾個步驟都OK了 反正就是一個SUB 然後一個模組 這樣子OK 然後把它放大一下 再來我們要寫第一個SUB SUB名稱 叫SUB郵遞區號合併1 你就是直接在這邊打SUB 然後郵遞區號1 這樣就OK了 按Enter 這個SUB其實就是程式的開始 名稱叫這一個 你Enter的話自動幫你加EnterSUB 頭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那我只要把程式寫在這邊就OK了 那當然呢 接下來就字太小 工具選項 一般習慣會把撰寫風格裡面的字 放大到12號字 好這樣OK了 這至少12啦 如果你12太小 你可以再放大一點沒關係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做什麼 跟他講說 幫我把這個區塊 複製到底下去 那當然呢 我們如果還不太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先揣摩一下 那裡面的話 可能你必須要學會幾個物件 那什麼叫物件 基本上就是我要控制這個範圍 那我要怎麼控制 那控制的話 那個可以用物件的方式 比如說我可以用 這個地方可以用一個物件名稱叫Range 顧名思義 Range應該各位知道 這是範圍 Range 刮虎 跟他講說哪裡到哪裡 這個範圍 這個A的最下面的話 那我就跟他講說 我的範圍應該是從D1 那你幾個表示方法 如果一般是這樣 直接用文字的方式D1 到哪裡的話加一個冒號 到E欄的最下面 E欄最下面是多少 Ctrl向下 Ctrl向下 66 所以也就是說 把D1到E66 這個範圍的資料 幫我複製 那複製怎麼複製 你要點一下 點後面的話 實際上前面是一個物件 就是那個範圍 點後面加一個Copy 顧名思義 複製的話就Copy 應該知道吧 有點像一個主詞 一個動詞 然後空一格 空一格的話 你要複製到哪裡 那你只需要跟他講說 哪一個儲存格 所以哪一個儲存格的話 一樣 我們就指這個 這個是哪 這個是 這個儲存格 那我們用看的 這邊應該是哪一個 AE多少 AE66 那如果你要指向這個AE66 你可以用 一樣可以用Range 或者用另外一個物件叫Sales 兩個都可以 不過我們先用Range 好 Range 前雙引號 然後這個是AE66 然後後雙引號 刮火 好 那這樣程式寫好了 意思就是把這個範圍 複製到AE66 OK 那你想說 老師 那Range 是可以當範圍 那為什麼也可以當儲存格 跟各位講 對 Range 它是兩用的 也就是它可以指一個範圍 也可以指某一個儲存格 所以特別是Range 這個還蠻厲害 而且在 VPA裡面 如果 以那個物件的重要性來看 Range應該可以排在前幾名的 所以如果你要把VPA學好 第一個可能要先掌握那個Range 這個物件的使用方法 好 那寫完之後 我們來試試看 有沒有辦法把 這一行 這個範圍 Copy到AE66 那我們就直接 再上方按執行 那我們看一下 他有沒有幫我Core過來 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新竹市300 有沒有 對 新竹市300 然後底下 一直到下面是 和平區424 有沒有424 對 和平區424 所以你會發現 一行程式 就直接怎麼樣 幫我把剛剛的事情搞定了 有沒有 一行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接下來 應該是第二個範圍 第二個範圍是哪個範圍 這個範圍 所以是G G1 然後到H 你們看一下 H的也是66 所以喔 聰明的辦法 把這個Ctrl C 有沒有 然後Ctrl V貼上 那直接改就可以了 這邊的話 改什麼 改G 跟H 所以G H 然後Copy到哪裡 Copy到這個Ctrl向下 這個132 OK 132 有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個在執行的話 下面OK 看一下 這邊是多的 新社區 新社區 4 2 6 到東 10 看一下 新社 Ctrl向下 東 10 那 你想說 老師那後面的呢 後面不就是 什麼 當然如果 你可以讀法炮式 所以這一行 有沒有 再複製 把它改成J1 然後到K K多少 你可以Ctrl向下 一向66 這個也是66 只有這個不一樣 這個的話可能比較少 這個到多少 到60 但是 如果你假設 總共複製五個範圍 最後再把這個範圍整個刪掉 那不就等於合併完成了 不過可能會有同學說 老師這樣不太OK 為什麼 因為每一次都還要自己看一下 到底會放在A欄的最下面到底是哪裡 那這個地方有沒有辦法讓它自動就好了 OK 所以喔 如何讓它變自動 那這個也許請各位先試試看 所以剛剛的部分 就是 G 所以再來的話 其實就是 Ctrl C 然後這邊 Ctrl V 這邊追 追 然後追到 追到K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K 那K到哪裡呢 不知道 不過其實應該理論上是在加66 有沒有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用一個方法 加66 加66應該是198 所以我們其實為什麼要這樣先寫 主要就是說 先找出一個規律 然後把這個規律找出來之後 那你就可以寫一個所謂的回圈 它就可以重複幫你做那幾件事情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程式變得更精簡 那請各位也許先練習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試著寫一下 第一段的程式 好 謝謝 下一個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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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 左邊 右邊 左邊